-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看到Facebook有個page叫澳門人, 這裏竟然有個網友投稿, 他說自己是去年已經有投稿過的業主, 他說隔了一年,他在橫琴仍然未收到樓, 你沒聽錯是橫琴,政府力推的橫琴, 他說上年11月就說有橫琴專班去處理, 處理些什麼呢?其實就是所謂的辣味樓, 他說等了大半年,到現在都未有消息, 他說現在橫琴有48個樓盤都有出現這一種事件, 他說他找了20多個樓盤的名字, 他說珠海橫琴珠海保稅區同樣性質同樣手法, 還有幾十萬港澳台業主樓盤名單, 看到他這一個清單,其實就有28個樓盤, 都相當之多的, 因為橫琴這個地方很大嗎? 又不算得上很大呀, 你見他起野都已經在齊齊齊齊, 竟然是能夠有這麼多樓盤, 是收不到樓盤, 收不到樓基本上已經等於和爛尾沒有分別, 我看下他下面的圖片說什麼, 他說這個橫琴華潤萬丈世界, 一眾業主以高昂價格, 合法買入橫琴華潤萬丈, 雙住兩用的公寓, 但現在就不能夠合法地按照以下條件合法收樓, 首先是沒有合法的間隔, 是沒有合法的上下水供應, 亦都沒有合法的排氣系統, 還有, 兩地政府互相推卸不作為, 令到幾萬家庭, 無家可歸, 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破壞習主席重點規劃的發展建設橫琴深合區, 來到這個時候, 當然是把國家的大意擺出來啦, 但是這些樓盤, 他要爛尾就爛尾了, 大陸都好多爛尾, 所以說啦, 買樓就要小心啦, 特首都說啦, 特首說買樓不是買一棵菜, 當然啦, 其實橫琴買樓, 當時這一批人, 他可能是認為橫琴有他的升值空間, 升值潛力, 所以就選擇買啦, 但其實啦, 如果他正正經經不是買這些樓, 直接買現樓, 珠海大把選擇啦, 住又住得好過橫琴, 橫琴現在是整個荒島的, 即是我今次是可以大大聲地說的, 因為我這段時間去過橫琴好多次呀, 發覺除了特定的幾個點有野食之外, 其他地方是好荒蕪的, 跟著呢, 他說另一個樓盤, 就是橫琴永同窗, 他說買樓合法, 收樓不合法, 他說當地政府處理三年以上, 是沒有任何進展啦, 他說現在4.9米的問題, 有48個樓盤仍然未解釋, 是嚴重影響萬幾戶的業主, 他說希望中央政府協助, 環港澳台市民的美好家園, 這個4.9米的問題,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啦, 那他4.9米就變成了商駐兩用, 實際上就拿來自用的, 跟著呢, 他就將整層樓一間二, 多多一層啦, 可能你原本五百呎, 你間多一層是可以挨近八百呎左右, 所以當時這些樓盤其實是好吸引的, 因為你計赤價, 他計你一個平面的價格, 不是計你加上上面的價格的嘛, 你就算多一層出來, 可能價錢都不會好貴, 所以當時就吸引到那麼多人去買咯, 那怎知啦, 你雙住兩用, 可能有部分不讓你住在這裏, 或者是不讓你有獨立廁所, 這樣你就慘了, 你不能按照原本給你看的示範單位, 去收樓喔, 那即是說, 過不對版啦, 那你睇回前面幾張圖啦, 那幾張圖, 其實你都見到, 整個樓都是一個叫無坯的樓, 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睇吓下面的留言講些什麼啦, 不過啦, 下面的留言, 好多人名在這裏, 我懶得咳咳, 看完呢, 我直接同大家講啦, 有人就說這個萬象那裏解決了, 但是, 亦都有人回覆, 好呀, 萬象這個樓盤說反租, 但是最後沒有反倒, 跟著有人說呀, 說想追討條數啦, 但是問過橫琴的律師呀, 說如果這間店沒有錢, 你告他呀, 都是拿著債權先的, 沒有錢就沒有錢給你啦, 那其實是對的, 即是以大陸的法例來講, 他沒有錢就真是沒有錢給你的, 你逼他做老賴都沒有用的, 他那樓也都未賣完, 又未蓋好, 他仍然是可以彈一下彈一下, 他只要將公司找人去轉了個股, 持了個股, 是完全不關他事的, 那之前有個朋友呀, 亦都買中了爛尾樓啦, 不過他比較好彩, 他是能夠收得返些錢, 他追追追追了好久, 人家怕了他, 就給返錢他, 但是啦, 其他人就不太好彩啦, 當時他都有叫我一齊去買橫琴樓的, 那當時呢,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這一個橫琴公佈政策之前, 就有一班領導就跟他講, 就說橫琴會給澳門呀, 會怎樣怎樣怎樣呀, 跟著我跟他講, 我說橫琴我沒有可能給澳門的, 你只是樓那裏你都賣光了, 如果橫琴只有一帶空地, 什麼都沒有, 什麼樓都未賣的, 他給澳門我相信的, 但是橫琴賣光了, 那你給澳門的業權怎樣呀? 算是澳門的樓, 還是大陸的樓呀? 還有一個問題呀, 就是你橫琴如果當時給澳門的話, 就是澳門的警力, 都不足以去埋橫琴那裏做管理啦, 所以各方面綜合下來, 我跟他講, 沒有可能呀, 怎知他仍然是被這些領導 哄了去買橫琴樓啦, 其實當時橫琴的政策, 差不多出來的時候, 我們直播都有講過啦, 就是說到我不認為橫琴當時是會給澳門, 其實這一波是哄了好多人, 是叫做最後一野衝入橫琴那裏買樓, 我認為當時是有些人知道橫琴不會給澳門, 到時他們的樓可能不值錢, 變成深合區, 然後你還有新街坊, 新街坊他們預理赤價不知幾多, 如果便宜過自己的話, 其實他是腳震的, 所以就放這些消息出來, 說橫琴會被澳門管理, 橫琴會變成澳門, 然後這一班澳門人, 或香港人, 就過了去橫琴那裏大手掃貨, 結果現在就糟糕了, 其實不止一次, 有人找我, 叫我去買橫琴的樓, 幸好意志堅定, 就連樓都沒去看, 如果不是真是幾乎的, 因為當時的價格其實又不算好貴的, 好早期的事來的, 但是想了想, 你又不是那裏住, 他是說跟你說, 有個單排車給你出橫琴, 我心想有鬼用嗎? 我要單排車出橫琴的話, 不如我直接行路出關, 然後在特洛買一架車, 或者再買一間屋, 珠海那裏都差不多錢, 珠海那裏生活更豐富過你橫琴, 所以當時就沒落搭, 但是身邊很多朋友, 是受不住話術的挑戰, 結果全部落了搭, 有部份現在拿著藍衣樓, 有部份就叫追回錢, 也有些追不足, 只能夠說自己是舊了東西咯。 其實一早已經有消息就說, 橫琴的公寓是不可以住人, 不可以間兩層, 但是其實都沒什麼人相信, 就算他這個鋪出之前, 亦都有人說的, 有時候的朋友買樓我都有提他, 只不過你不相信, 他們覺得人家買得出來, 就不會說謊, 不會騙他, 但是他太太小, 這些大陸的地產, 他們為了錢, 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是未遇過壞人的這班人。 同時現在, 這些問題, 好多人都中了服, 有些可能是借錢買樓, 現在都不知怎算好, 他繼續還, 就好似還空氣, 供空氣那樣, 他不還的話, 銀行凍結他戶口, 所以他其實幾兩難的。 所以我自己就給個建議大家, 要買樓, 就真是買現樓了, 起好了, 什麼都搞定了, 可以直接買傢俱入住的那些才好買咯。 樓花這類東西真是不好搏, 你看大陸現在幾多難尾樓, 他們自己呀, 其他省份一線城市呀, 都要做保交樓啦, 何況你橫琴, 就算我這樣說一句話, 澳門政府出手可以做到什麼? 澳門政府給壓力, 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他沒錢起樓的話, 難道澳門政府借錢給他嗎? 你借單一個, 借多少個呀? 澳門政府和橫琴包底呀? 他是私人公司來的喔! 還有啦, 你說法例上的東西, 剛才也提到有些留言說啦, 就說有些發展商就交了錢給珠海市政府, 那麼珠海市政府就拆掉他, 給他繼續搞, 繼續起, 可以交樓給人啦! 那麼有些發展商又不肯付錢, 所以就一直便宜在那裡, 那麼就算是呀, 這些錢呀, 都不可能澳門政府給啦! 那麼就是說澳門政府在這件事上面, 他是什麼都做不到, 他是無能力做到任何事呀! 因為這些不是他的範疇來的, 他亦都不能夠用庫房的錢去貼這些 樓盤給這些私人公司做去幫這些買了樓的業主的嘛! 所以只能夠自求多福啦! 好啦, 那麼今集呢, 和大家看了一下這些橫琴新聞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一下哪個言呢? 那麼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